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本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在5月24日举办了加年跑活动 并在音乐餐厅内开设了咖啡厅 售卖小吃和特调饮料 此外,现场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比赛让同学们参与 这包括了夏日大胃王和甜品烹饪比赛 吸引了不少同学们前来围观 加年华主席杜严斌同学表示 他希望能借由此活动让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部学生 能够认识更多不同科系的同学 扩大社交圈子 酒店系是比较短期的课程 就是可能一年四个月这样子 然后我就希望通过这样子对外活动 让我们的同学可以就是认识到外 就是不是我们科系自己的同学 可能会认识到外面的朋友这样子 这次活动邀请了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和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部主任邓正才前来开幕 王润华教授表示 旅游和酒店是世界的脉搏 目前越来越多人就读这个科系 为了与世界同步 学校引进这个科系是对的选择 邓正才主任感谢各位响应首次举办的酒店嘉年华活动 可让同学间促进团队精神 随着王润华教授敲起三声锣鼓 代表酒店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始 夏日大卫王比赛历时20分钟 共有7组参赛 参赛者需在20分钟内将特备的食物吃完 剩下最少食物的主别将胜出 此次大卫王比赛的冠军队伍 是由旅游与酒店管理系的张嘉敏和许建勇同学获得 这个大卫王是真的很有挑战性 因为他的食物都是那种很干啊 就是很容易饱的那种类型 然后我吃的时候 坦白讲我吃了 吃到第二跑就出了 甜品烹饪比赛历时一个小时 此次甜品烹饪比赛是以水果为主题 参赛的四肢队伍需根据主题 制作出他们的作品 最后胜出的队伍由Daily Food获得 餐厅内营运十分完善 服务生用心服务客人与点餐 将课堂上所学 运用在此次的嘉年华活动上 本次活动的顾问老师吴燕彬透露 希望通过本次的活动 能够让同学们将课堂所学 运用在职场上 借此加长练习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把他们上课所学到的知识 运用在今天的活动上面 就是学习怎样经营一家餐厅 南方电视台郭杰云 黄慧师李夏伟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兹创